3月8日,台媒曝光了大S二婚老公居敬业的背景 52岁的她,出身于单身家庭 此前对婚姻一直有因应,足足单身了20几年 早上,大S许希元在社交网上宣布与居敬业再婚 消息一出,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现年45岁的大S,与商人王小飞游过一段长达10年的婚姻 两人婚后育有一对子女 遗憾的是,长期聚少理多的她们,感情逐渐变淡 去年11月,正式签字离婚 离婚后,王小飞和女星传出绯闻 当大家都在感叹,王小飞也太快走出离婚阴霾时 没想到前妻大S比她的速度更快,直接闪婚初恋 最夸张的是,两人复合至今都没见过面 一直靠电话和视频交流,登记结婚时 大S甚至没在场,是邮寄文件去韩国完成手续的 聚俊叶来头不小,她是韩国酷龙组合成员 这个组合于90年代出道 凭借着酷劲十足的表演风格 一下子火边亚洲,歌曲先后被徐怀玉 杜德伟等人翻唱过 当时还是轻轻烧爱的大S,深深迷恋上聚俊叶 聚俊叶赴台演出时,她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对方 继而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 大S爱得很投入,不仅努力学习韩语 方便跟男友沟通,还在脚踝为男友刻下爱的纹身 两人亲密的互动,很快被媒体发现 恋情随机曝光 然而,事业正如日中天的居俊叶 不愿承认这段感情 后来在经纪公司的影响下,她被迫分手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分开后 大S和居俊叶的演艺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S凭借偶像剧《流星花园》中的山菜一角 成了一线红星,赚得盆满钵满 目前身家数亿 聚俊叶所在的酷龙组合 爆红时间宛如昙花一现 特别是另一位成员遭遇车祸后 无奈之下,聚俊叶只能尝试卖衣服赚钱 现在则主要以DJ的身份活跃在圈内 偶尔也会上综艺节目 她的身家被爆大概有150万美元 不到妻子大S的十分之一 之前,聚俊叶参加了一档恋爱真人秀 节目中,聚妈妈也出镜了 她似乎不太喜欢离异女 当听到儿子的相亲对象离过婚后 立马变脸 据悉,她一直跟儿子住在一起 年纪老迈的她,精神状态还不错 手脚也很麻利 聚俊叶表示,不是自己照顾妈妈 反而是年迈的老母照顾她的日常起居生活 网友们看了这档节目后 有人质疑聚俊叶是马宝能 讲真的,大S离婚不到半年就再婚 确实有点快 但她已经是成年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作为旁观者只能祝福她 聚俊叶3月9日到台北进行隔离 这也是属于她与大S结婚之后的第一个行程 早前聚俊叶在寒梅面前形容自己非常的激动 虽然内心已经做好了见大S的准备 但时隔20多年再见大S激动到睡不着觉 3月9日,台媒称聚俊叶所搭乘的飞机落地之后 将统一安排到隔离酒店之中进行隔离 但被问到大S所安排的酒店时 台媒明确地表示 聚俊叶不会在汪小飞的S酒店内进行隔离 其实爱人大S已经考虑到这一方面的尴尬 所以她已经帮聚俊叶安排好了所有的计划行程 毕竟人家是客人 到台北来,当然大S还是有这一种能力安排的 更何况,聚俊叶现在是大S的爱人 所以不可能让这一种住酒店的尴尬存在 有记者问台媒 当聚俊叶到台北下飞机之后 会不会像王力宏一样直接送到汪小飞的S酒店 大家关心的聚俊叶在台湾的隔离酒店 不会是汪小飞的酒店吧,有了答案 台媒称,怎么可能,这也太讽刺了吧 放心啦,大S这一方面还是可以安排的 但随着舆论的声音越来越多 不少网友表示,如果聚俊叶入住S酒店 那么这也算是王小飞送给大S的最后礼物吧 网友留言,吃瓜挺有意思的 如果真的安排入住到了S酒店,多损啊 其实既然已经分开,自然大S与王小飞之间成为了一种过去事 舆论归舆论,但还是要给大S送祝福 3月9日,台媒猜测大S接下来的行程 还有就是,聚俊叶到台北之后会做出什么举动 台媒表示,大S方面可能会带她到周围看看 然后让聚俊叶与孩子和家人一起相处一段时间 尤其是王小飞的两个孩子 将是聚俊叶与大S进行夫妻日常互动的最重阶段 要知道,大S向来看重孩子与家人的感情 所以聚俊叶与孩子们相处是最关键的存在 至于大S妈妈和小S 大S妈妈根本不太看似这一个男人 称自己都不认识她 女儿结婚也没有通过自己 反倒是小S还是支持姐姐的 称祝福她,她圆梦了 接下来就看大S和聚俊叶的相处发挥了 希望姐姐如她所想象的样子 希望她的第二春能向着好的方向开花结果 3月8日,韩国歌手聚俊叶在社交平台发文官宣 与台湾女星大S已经登记结婚 随后,大S转发了这条动态 还配文 人生无常 我珍惜当下的幸福 感谢一切 让我一步步走到现在的所有 借此官宣结婚的消息引起大家的关注 大S宣布嫁给韩国男星聚俊叶 两人相差7岁 令郑后还未见面 大S的性格是强势 敢爱敢恨 独立有主见 2010年,她和前夫汪小飞 在安宇宣的生日宴上已见钟情 交往仅20天就订婚了 后来闪婚汪小飞 婚后 大S不顾高龄产妇的危险 接连生下一双儿女 因此差点和家人阴阳两隔 由于种种原因 去年两人离婚了 一双儿女暂时跟随妈妈在台北生活 在冠宣离婚100多天后 大S突然宣布再婚了 和老公拒进夜 在未见面的情况下领证的 直到3月7日晚上才告诉家人 S妈瞬间发火 认为女儿太草率了 还当众把女儿骂了一顿 不过平复心情后 她还是给女儿送上了祝福 由于疫情等原因 大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透露不会办婚礼 也不会再生孩子 享受当下平淡的生活 珍惜陪伴在身边的人 当年 俱俊叶是韩国的顶流偶像 大S就是她的粉丝 后来大S主动倒追俱俊叶 1998年 两人被媒体爆出了恋情 不过由于俱俊叶是走偶像路线 所以一直没有对外界承认这段恋情 大S感觉心理落差大 最后这段恋情无疾而终 在恋爱时 大S对俱俊叶用情置身 把男友的名字刺青在脚踝 为了更好的和男友交往 还学习韩语 这段感情 在大S心目中 就是一段一难评 俱俊叶知道大S离婚后 主动联系了大S 没想到大S的手机号码 二十多年都没有变 俱俊叶比大S大七岁 懂得如何照顾人 他化身一位暖男 给大S安慰和依靠 两人之间又重新燃起爱的火花 由于疫情的原因 俱俊叶和大S 只能通过视频 打电话等方式交流 为了让俱俊叶能早日来到台湾 大S同意和男友结婚 这样俱俊叶就是家属 可以到台湾了 虽然俱俊叶要经过漫长的隔离 不过能和妻子大S相见 也是值得的 据悉 俱俊叶准备到大S这边度蜜月 顺便在台湾领证结婚 和妻子享受幸福的时光 大S在未见面的前提下 把结婚需要的材料 邮寄给身在韩国的俱俊叶 两人先在韩国登记结婚 大S在娱乐圈打拼多年 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 也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人 她为何会这么做 当年在和俱俊叶的恋情中 大S是爱得更深的那一个 不过因为形势所迫 两人分手了 经过时间的洗礼 大S早就不是那个稚嫩的姑娘 而是变成了一位成熟的女人 20年后 大S和俱俊叶又开始联系了 两人恰好都是单身 所以这次 彼此都更加珍惜这段感情 不愿再错过对方 曾经大S和俱俊叶交往了一段时间 两人还是很了解彼此的 这次男方用真心打动了他 所以他才不顾世俗的偏见 选择嫁给男方 因为疫情的反复无常 大S也意识到 遇到合适的人 就不要错过 在人生的道路上 一个人行走是孤寂的 能遇到一个愿意和你相依相伴的人 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